美国左祸与自由危机 以美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视野的政治思想史 作者 于解 作者 自序 新冷战时代 我将输斋当战场 朋友 热血振动着我的心 片刻之间显身的非凡勇气 是一个谨慎的时代永远不能收回的 就凭这一点 也只有这一点 我们是存在了 TS 埃列特 TS 埃列特 歧路亡羊的美国如何归回正当 2020年11月 在中国病毒肆虐全球之际 我完成了酝酿20年的大光三步曲 似乎有千金重担卸下肩头 甚至一生的使命都已完成 然而 就在我兴奋而庄严地作为美国公民 第一次投票选举总统之后 却赫然发现2020年总统大选 陷入一场美国建国以来 前所未有的全国性舞弊丑闻 此后两个多月 美国清教秩序的摇晃和左派意识形态的长驱直入 让人心惊肉跳 也不能眉 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集体造假 大学知识精英卫虎作伤 官僚系统腐败阴寻 乃至最高法院对宪法漠视与羞辱 深层政府无耻地篡夺了本来属于川普总统的胜利 将正在走向再度伟大之路的美国 重新拖入华盛顿的沼泽 之后 大政府卷土重来 种种宪法保障的基本公民权利 被以防疫为名遭到剥夺 中国如同对待战败国一样 羞辱美国外交官 美国扶持的阿富汗世俗政府在美军仓促撤军后 如荣兵般溃败 我突然醒悟 我的使命尚未完成 我由中国流亡者成为美国公民 我感激美国予以我庇护 我更要挺身捍卫美国的自由 很多新移民天天充当美国秩序的破坏者 我不止于他们卑贱的言行 我想起香港电影黑金中主人公的一段台词 我爱这块土地 我不能看着他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弄得乌烟瘴气 当年他们把大陆搞垮了 我们还可以退到台湾 但是如果今天他们把台湾也搞垮了 我们还可以退到哪里去 再退一步就是大海了 这何尝不是我的心声 美国是我和孩子最后的栖身之地 是人类的诺亚方舟 如果美国也被中共渗透 被左派搞垮 我们还能躲在哪里去呢 与其躲避 不如应战 像TS爱略特那样 穿越荒原 穿越在各自的监狱里 绕着圈子走的人群 仰望一片寂静的光亮的中心 我在《大光三部曲》中 梳理了五百年的文明史和观念史 指出英美文明是人间正当 但由于天赋所限 对晚近百年的历史演变 只能简略陈述 所以还需要另外写一本书 回答美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和左派是如何一步步肆虐全球的 左派思想之无孔不入 超过中国武汉肺炎病毒 这两个大灾问 我要写一部 以美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视野的当代政治思想史 一部像共产主义黑皮书那样的 对左派追根究底的反左之作 这里的左 不单单是共产党掌权的极权国家 还包括深入西方骨髓 画质招展的各种左派意识形态 于是 在此后一年里 我费尽忘食地完成了新书 西方左获与自由危机 我赫然发现 不仅过去学习和接受的中国史 亚洲史是被扭曲的贾力史 甚至美国史 欧洲史和西方史也是左派的洗脑工具 重新思考 书写 校正历史尤为重要 此刻 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在至暗时刻的演讲 营绕在我耳边 1940年5月13日 组成战士内阁的丘吉尔 在下议院发表演讲说 我们面临着极其严酷的考验 面临着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斗争 若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 在路上战斗 在海上战斗 在空中战斗 尽我们的所能 尽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去战斗 同人类黑暗 可悲的犯罪史上空前凶残的敌人战斗 今天 人类面临中共极权政府及 渗入西方心脏的各种左派思潮的威胁 甚至大过昔日的纳粹 我将写作视为作战 书斋就是战场 我在书斋中打这场思想和心灵的战争 本书第一步进步派 自由派 都是左派 写一战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 Woodro Wilson 二战时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以及如今越来越向共产党的美国民主党 威尔逊和小罗斯福是一般意义上的 绅士与好人 但其思想意识已被19世纪末以来的 左翼进步主义俘获 人最大的败坏是观念秩序的败坏 他们用进步主义处理国内和国际问题 并形成一整套政策 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及人们普遍认为理所当然的论述中 他们伟大 光荣 正确 现在 该将他们请下神坛了 而现今的美国民主党 早已在左翼其路上夺命狂奔 要将美国带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指出此一危机刻不容缓 第二部麦卡锡对抗马克思 为长期被左派妖魔化的麦卡锡平反证明 掌握话语权的左派 偷天换日 暗渡陈仓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将英雄贬制为小丑 将小丑打扮成英雄 如今 该让英雄归为英雄 让小丑归为小丑了 麦卡锡清贡 如同美国队长般拯救美国 却出师未竭身先死 尝试英雄类满金 在美国本土 战斗不是壕沟与铁丝网 坦克与机枪 而是观念与观念之战 心灵与心灵之战 在二战中战败的德国 悄悄让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德国思想 侵袭美国 上世纪六零年代 以反越战为名的一场文化革命 伴随着艾滋病 性和毒品 横扫美国大学校园和知识界 而尼克松和基辛吉的对华绥靖外交 成为中共政权的续命金丹 让中国不仅熬过了冷战 还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了野蛮崛起 成为美国和美国秩序的首要敌人 第三部家人与敌人 马克思当年宣告的那个 在欧洲大陆游荡的幽灵 如今已然在美国亲门踏户 在美国内部 从大学 主流媒体 科技巨头到教会 这些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 都被左派严重渗透 一不小心 家人就变成了敌人 在美国外部 美利坚秩序摇摇欲坠 二战之后 美国打造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被中国腐蚀的千疮百孔 二十世纪以来 美国和西方出现过 三次绥靖主义高潮 对那岁 对苏俄和对中国 最后一次绥靖主义 仍在持续演化之中 吃过中国大亏的若干亚洲国家 醒了一大半 美国醒了一小半 欧洲却还在昏睡 毛泽东当年自称是 马克思加秦始皇 今天习近平的中国 仍是共产极权主义 加天下帝国主义 美国和西方能战胜 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大敌吗 历史并未终结 只是中场休息 在本书中 我有力地反驳了日裔美国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 冷战的结束 对于美国和西方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 胜利似乎一如反掌 凯旋当然让人心花怒放 1990年代初 福山发表的历史终结论 是这种单纯热烈的 乐观主义情绪的典型代表 福山认为 1776年美国独立 或1789年法国大革命 或黑格尔说的1806年 拿破仑打败普鲁士 在以上时间节点 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已确立 此后人们所做的 只是实现自由民主原则 冷战的胜利证明 作为一个统治体系的 自由民主制度的正统性 自由民主已胜过世袭君主制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 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 已没有一种伪装普遍的意识形态 能跟自由民主竞逐 也没有一种普遍原理 比人民主权更具正统性 自由民主政治的成长 跟其伴侣经济自由主义的成长 相携而行动 已成为400年来 最值得注意的显著现象 因此 自由民主有可能成为 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 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 也构成历史的终结 换言之 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的普遍史 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同志社会 福山是航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的学生 却并不具备老师所坚守的清教秩序 后来他从新保守主义 滑向左翼自由派 不足为怪 他的思想更多来自于 柯耶夫 Alexander Kojic和列奥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的启发 前者是流亡法国的俄罗斯贵族 是黑格尔的是经学家 融合了德国 俄国和法国的哲学传统 后者是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人 是柏拉图的阐释者 在历史终结论中 迷恋黑格尔和尼采哲学的福山 对自由民主的具体内涵 只是泛泛而谈 将1776年和1789年发生的 两个重大事件 及其启动的不同历史方向 组成一国州 不过 他也意识到 美国国内最强固的共同体形态 与其说是合理的私欲 不如说是根治于 共同的宗教价值观 定居于西英格兰的 五月花号清教徒 及其他清教徒的共同体 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 而是为了颂扬上帝的荣光 这种共同的关怀 而结合为一体 杰斐逊或富兰克林 这些推动美国独立革命的 洛克式自由主义者 或者像林肯这类热烈信奉 自由平等的人 都会毫不犹豫地主张 需要信仰上帝 然而 他看到清教徒精神 是美国立国根基这个事实 却无法理解清教徒 虔诚的信仰和力量的源泉 而将他们视为排他而偏颇的狂信者 福山赌信另一种更纯粹形式的自由主义 即跟宗教传统分割的世俗自由主义 他特别提及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 基于非特定教派的上帝信仰 可能伤害无神论者的感情 所以不得存在于公立学校 此类判决的结果必然是 在宗教宽容的考量下 道德主义和宗教的狂信遭到了挫折 也为向世界所有信仰和价值体系开放的热情 使得信奉某一教义的可能性反而弱化 他赞成此种多元化趋势 却也意识到 在这种处境与知识风潮下 美国共同体生活的劲道会衰退 是自由先于平等 还是平等先于自由 这是左右分野的标志 福山承认这一事实 在民主国家对平等的热爱 是比对自由的热爱更深远 也更持久的一种热情 他也看到这一事实背后的深层危机 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力 被新制定的权力严重削弱 只为了实现更彻底的社会平等化 换言之 如果摒弃基督教信仰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 以及由此推展出的社会进化论 马列主义史观和左派正义论平等论 相信尼采说的人只是有生命的烂泥浆 那么一个自立自主 能为自己创造法则并理性遵守的人 必将沦为一个自吹自擂的神话 最后结果就是艾滋病毒跟人有平等权利 服要杀死艾滋病毒就是破坏平等的秩序 在台湾的环保教看来 海藻跟人有平等权利 海藻的生命甚至重于人的生命 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就不能区别何谓他者 福山意识到左派的邪恶 却拒绝基督教传统 靠世俗主义 人本主义不可能战胜自有其神格的左派意识形态 世俗主义必然交涉淫逸 自私自立 不能形成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 也不能锻造出福山所憧憬的勇敢的胸膛 抛弃清教徒传统 必然出现福山所说的最后之人 也即尼采所说的默认 世俗主义不能回答人的尊严和自由 为何不能被剥夺 也不能赋予人权以神圣的来源 在此意义上 被视为新保守主义者代表人物的福山 其实是机会主义者和马基维利主义者 此后三十年 他的一系列言论和预测 全都错得一塌糊涂 几乎逢堵必输 如果他是一名日本武士 大概早就为此破釜自杀了 历史并未终结 只要还有毛泽东和格瓦拉的崇拜者挥舞红旗 包括作为其变种的安提法和黑命贵 只要形形色色的左派意识形态占据媒体 学校 网络乃至教会 冷战的落幕 就不是一场右派对左派的绝对胜利 而只是短暂的中场休息 下半场还有更艰巨的殊死搏斗等着我们 我们为何而战 为家庭 为自由 为国家 为上帝 一个自以为没有敌人的世界 实际上更加危险 一战不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 一战后出现了共产苏俄和纳粹德国两个恶魔 二战也没有实现消灭法西斯的目标 另一种法西斯 共产主义 成为最大的胜利者 席卷数十个国家 冷战结束 以非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 在过于复数的西方 保暖似淫欲 左翼极端主义思潮 折服一段时间后 如艾滋病毒 或中国武汉肺炎病毒 一般扩散全球 如入无人之境 整个1990年代 苏联这个对手消失后 美国失去了敌人 严峻的安全挑战不复存在 没有动力制定新的安全政策 1991年 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 重新思考国家安全的会议 只是表明多数美国人觉得 重新思考的问题 是多么让人惦念 于是 更大的危机 在十年后爆发了 1989年 柏林墙倒下时 基本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人们在柏林墙的废墟旁边 再歌再舞 如同一场大派对 2001年 纽约世贸大厦 遭到伊斯兰恐怖分子 劫持的飞机撞击时 造成296人丧生 而后的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 给美军带来越战之后 最惨烈的伤亡 及美国国际威望的重挫 与此同时 中国抓住此一战略空窗期 实现大国崛起 从韬光养晦 走向有所作为的全球智力 美国和西方 再度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 在内部 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 面临着左派势力 处心积虑的腐蚀 乃至颠覆 左派思想是 圣经中所说的人的罪性 左就是罪中之罪 人天生就倾向于不劳而获 人天生就希望将别人的财富 变成自己的财富 人天生就像动物农庄中的猪那样 相信所有动物生来平等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错了 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才是对的 杭廷顿反对一些美国人 对内推行多元主义 对外推行普世主义 他说的就是福山这类人 杭廷顿坚信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 是不可能的 因为非西方的美国 便不称其为美国 美国必须捍卫 美国之为美国的价值 特别是基督新教信仰 而在全球范围内 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永远不会结束 一战 二战 冷战 美国是赢家 但在胜利背后被忽略的 绝非钉钉点点的瑕疵 以二战后 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而论 美国和西方背弃了 数千万计热爱自由的东欧人 这一政策 跟战前坐视数百万犹太人 被纳粹屠杀 没有根本性差别 如今 西方又坐视上百万维吾尔人 被中共关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中营 实施种族灭绝 历史学家其次 洛维 TiFlo 指出 东欧共产党在夺权时的心狠手辣 让西方政府相行之下 显得像是手忙脚乱的业余玩家 透过恐怖手段的使用 加上对任何反对声音的零容忍 共产党所创造的 不仅仅是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略缓冲区 更是以苏联为原型的一系列复制品 四十多年后 东欧各国的自由和解放才姗姗来迟 左派不亡 鲁南未夷 昔日 左派在美国的国门之外 清教秩序如同疫苗 有效地遏制左派病毒蔓延 如今 美国将清教秩序弃之如碧履 左派攻入长春滕大学 攻入好莱坞和迪士尼 攻入纽约时报 和CNN 攻入苹果和脸书 攻入白宫 攻入国会大厦 攻入最高法院 甚至攻入教会 病毒深入骨髓 病人病入膏肓 那么 美国还有能力和智慧纠正错误 回归正道吗 2017年7月6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波兰首都华沙克雷辛斯基广场的 华沙起义纪念碑前 发表了一场重要演讲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 查尔斯评论说 特朗普的华沙演讲 如同里根的柏林墙演讲 一样 是其就职以来最具力量的演讲 川普在这篇演讲中说 今天我们必须指出 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方式 正在遭受可怕的威胁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共同面对来自南方或东方的 内部或外部的力量 这些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削弱我们的价值观 消除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 信仰和传统的纽带 如果不加以控制 这些势力会削弱我们的勇气 削弱我们的精神 削弱我们维护自己和我们的社会的意志 敌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 西方拥有哪些克敌制胜的武器和资源呢 川普指出 西方的防务最终不是依赖于手段 而是依赖于人民求胜的意愿 在我们这个时代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 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愿 我们是否对我们的价值观抱有信心 并且不惜代价去捍卫的 我们是否足够尊重我们的公民 去保护我们的边界 面对那些想颠覆 摧毁我们文明的人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欲望和勇气 去保守我们的文明 它直指问题的核心 我们为西方文明而战 并不是在战场上开始的 它始于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灵魂 它对西方的胜利拥有十足的信心 我今天赶向世界发言 西方绝不会被打垮 我们的价值观将会取胜 我们的人民将会兴旺 我们的文明将会取胜 让我们团结起来 让我们像波兰人一样战斗 为家庭 为自由 为国家 为上帝 家庭 自由 国家和上帝 是左派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核心价值 是奈保尔 B.S. 奈保尔 所说的普世价值 本书所讲述的 是现实版的《指环王》 和《兵与火之歌》的故事 敌人已经抵达门口 但我们必不丧胆 我们将战斗到底 并取得终局之战的胜利 2022年1月4日 宝风雪中 与美利坚合众国 维吉尼亚共和国 费俊绿园群英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